王家南九号七帮八和二十九号韩风 再看客队史上审美这边 替补队员是四号佐兰 八号文虎一 十二号董春雨 十九号张公 二十一号李刚 三十号戴兴华和三十一号王世新 好 大家在镜头上看见双方队员马上就要入场了 那么今天比赛的裁判员呢是孙冰 第一助理是吴思宁 第二助理张强进 第四官员是唐坤 那么在大家在双方球员入场的时候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这个 那些农家比赛 因为农家比赛 兼业这场比赛是在 就当天兼业是在晚上七点半开始 是的 对 在下午结束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大家知道之前也排积分十二分的 北京八戏是在主场零比一输给了深圳胡 对 这个很让人感到意外 对 那么同时呢 雏庆立番和北京理工的双双取胜 那么这样一来呢 在这个广东日视权和帕尔滨一腾 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同击十二分的球队已经达到了五值 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这是在热透国家一个联赛 是不作见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对建业队来讲 今天也确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我们这场比赛能够顺利的拿向 沈阳师美的话 我们七分十五分 应该说跟其他对手已经会有一个差距了 对 这样的话对建业队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创造一个好成绩的一个开端 对 你希望建业队能够利用好 最近连续三个主场的这个优势 对 尽快地拉开与这个其他球队之间的差距 好了 双方队员现在已经开始入场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建业的这个首发阵容呢 发生一些变化啊 之前一直首发的这个齐帮巴 今天是打了气骨 然后是肖志今天是首发出了 是 这可能是这个唐耀东 唐志老 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 可能 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的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 大家可能一直对齐帮巴都抱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质疑 是的 但是在对湖南相交队比赛当中 他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对 好 接下来是圣诺罗琪做国歌的仪式 在唱国歌 因为 昨天 今天大家都知道 在全国的天气 情况来看呢 郑州除了 这个像海南的几个城市以外 已经达到了 全国最高温度30度 是啊 这个温度 其实 前一段时间还是很冷的 突然间变热 让大家管得很不习惯 我们看到今天 球迷的热情 也是非常的高涨 我们看到看台上的 这个建业球迷 整齐划一的 在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助威 我们也是希望 今天建业能够 在自己的主场 打出风格 打出水平 为家乡的这个 承得自己的荣誉 对 其实我们对比 如果是说你客观的对比 两个球队的实力来说的话 那建业拿下这场比赛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吧 从实力角度上来讲 建业队应该是 拿下比赛不成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 小心这个对方 有可能会采用一种 死守的战术 这也是建业队今天 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今天 沈阳沈北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这个箭头人物 外援九号 外援合赛 今天连弃补补名单 都没有进入 是的 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而且从出场名单来看 有五名队员 抱的位置是后卫 对 和你有可能 打出一个密集防守的 这样一个阵型 那么就前四轮的比赛来看 建业好像遇到的对手 还没有出现 这种密集防守的情况 是的 而且监业队目前是 中甲联赛进攻最强的球队 截止到第四轮 监业队已经打进了 九个进球 是目前攻击力最强的球队 也是主场攻击力 最强的球队 好的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看来首先开球的是监业队 对 监业队首先开球 我们站的球员是卡通哥 19号隐空博 好 主裁判一声哨响 比赛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河南电视台新闻频道 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2013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河南建业在主场对阵 沈阳神美 那么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 身穿红色队服 从屏幕的左方向右侧进攻的 这是主队 河南建业队 那么身穿蓝色队服 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 这是科队沈阳神美队 开场之后 有一个犯规 犯个建业队的犯规 这是文章比赛的第一个犯规 从目前这个阵型来看 肖致应该打的还是前锋 是的 卡东哥的位置也比较靠近 卡东哥今天跟肖致要打一个双前锋 看样子是 非常希望能够再尽快的拿下对手 尽快进球 所以今天 唐晓东 唐志导也是排出了双前锋 球门球 是 因为我们从前几轮的比赛当中 他会发现 卡东哥有时候互撤的还是比较多 互撤的位置也比较深 所以今天可能教练员也是安排他 你这个往上再顶一顶 因为他一开场 这个沈阳沈北队的阵线 拉的还是比较靠前啊 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擅长打这个技术进攻的 尖队队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更多的利用这个空档 用这个卡东哥和这个 肖致的这个速度 冲一下对方后 还这次机会 球没有传好 沈北队断球了 边路在球 沈北队倒并不是很好手啊 对啊 一开场之后 感觉还是打的比较积极 再给到左路 这是11号雷用池 今天还真是打了这个前锋啊 好球 把球断下来 先叶队 肖致 球出界 接外球 一开场 这个沈阳沈北队 这个有点反格为主的味道 我还想往上进攻 但是其实进攻的质量 还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对 但是今天如果你说 要是说 呃 这个注意防守的话 沈阳沈北队 这个4号 他的这个 后卫 外援 左蓝 今天也没有手法出场 是 这个 可能是有伤病 或者其他的原因吧 反正今天 沈北队排出了一个 非常怪异的一个阵容 我们看到前锋线上 只有一个人 应该是32号南云棋 32号南云棋 32号南云棋顶的前锋 这个队员非常年轻 对 现在他还不到20岁 93年出生 对 应该是 应该是属于2016年 国奥队的 应届的队员 对 应该属于国奥队 适当球员 对 这个球员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对 希望他能够 最近三场比赛 每场一球嘛 状态非常的好 我们希望他这个 能够为国家处立 是吧 他是之前 一直是大连上 这个球也是造成了 这个审美队的 后方线的混乱 监委队只要保持 这样的压力 持续的高压对手 等待队后犯错 看来又撕下了失误 中场平抢 这个球员了 见夜队犯规的 见夜队犯规 后场人一球 从开场三分钟 这情况来看 双方互有攻守 但是很明显 这个监夜队的进攻质量 高出对方一筹 刚才说到 这个南云齐 这个南云齐呢 在属于这个 2010年应届 豪奥队的这些队友 其实在他的队友当中 监夜队有两个人 毕金浩和王家南 但是监夜队这两个队员 今天没有 首发出场 但是都在提补名单当中 好来看 对方获得了一个 任意球 其实面对强大的 剑夜队神北队呢 也是肯定希望 能够利用定位球 制造一些密切 毕竟如果要是 阵地进攻的话 他们还是无法去 面对这个剑夜队 这个密切的防守 这个除了卡东哥 肯定是机会 在剑夜队队员的身上 板击 看有没有机会 自己的球 跑起来 好的 传了 还有机会 停一下 请把球控制住 对方犯规了 放倒了 14号 黄西洋 黄西洋 这两下拿球 还是显示出了 非常好的技术功力 对 其实一直 好 我们来看 发出任意球 许杨 中间给 漂亮 许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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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停下来 再往里走 把球努力控制住 和最有做一个配合 没有机会 永恒这会儿 也扯到了左边路 看那剑夜队的主攻方案 今天是放在了左路 也就是对方的右路 可能认为对方这是一个弱点 剑夜队还是尽量把 李磊 李磊这个队员应该说气球还是比较大气的 虽然说是91年的队员 对 非常的惩处 他既可以打边后位 也可以打后腰 其实现代足球当中 对球员的定位 其实已经不现在像过去那样 对 不是非常固定 严禁 而是一个球员神 可以打多个位置 而且剑夜 今年买进李磊 应该说非常划算 是自由身转入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 有不错的一个交进 而且一个队员上升空间也非常大 是 严谨球员如果加以锤电的话 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的 直接大脚传到剑夜队的饭场 剑夜队后防线还是保持的非常好 今天剑夜队阵型非常的清晰 金箍线防守线都是非常的明晰 这样的话 队员传球目的也会更加的明确 比强 尽量的不让对方舒服的 在自己的禁区前这个距离 能够舒服的拿球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进攻并不一定非得到禁区里 再做防守 而是提早的预判 在自己的禁区前进行 这个就地反抢和防守 大家现在看到镜头上的 沈阳沈北队的主教练李征 李之导感觉面色有点凝重 球 我感觉李之导应该推上比赛形态 应该算是比较好 应该比较好 应该对沈阳沈北来说 这场比赛的目的也很明确 对 能拿下一分是 应该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对 毕竟这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俱乐部 能够在中甲立足 才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他毕竟是2011年 好 看这个球 许阳 许阳 烫了一下 这球犯规了吗 这球裁判没有吹爬 沈文言欧亚拿球 我看到今天许阳的突破 还是非常威胁的 对 但是感觉还是有点不太兴奋 但是实际上我 我们感觉这个许阳 他这个特点 就是边路这个下底非常坚决 直线推进能力很强 对 脚下有活 到了这个禁区附近 在内切打门 这个能力好像弱一点 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再一个 他就是 毕竟是为自己的这个射手 要做一个 而且这个许阳 他毕竟这个 内切之后右脚打门的能力 确实要弱一些 可能放在右脚会好一些 就像这个罗本 对 建立的界外球 小智 水阳神本队碰到这个球 小智投球一顶 就又跟上来 球出界 其实小智呢 在上一场客场对阵 这个广州日志拳的时候 中间的有一次受伤了 在比他快结束的时候 被这个对方的这个外援 肘击了一下 那么对方的外援呢 我们都来看到 昨天的中国租协 开出一张罚单 停赛四场 罚款两万 对 这也是为了这个 让保护队员的 保护技术应该 有机会 对方后卫掀起一脚 对方后卫出脚更快 但是也为监约队 赢得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脚球 第一个脚球 我们看这脚球谁来罚 还是黄西洋 应该24号黄西洋 我们感觉呢 进入今年的这个中甲联赛之后 黄西洋好像拥有了 无限的开火拳 是啊 在中超的时候 黄西洋应该是 他个人这个位置 首发也不是很固定 对 同时那队中又有这个 陆丰啊 还有昌萨等等 这些队员 所以说 他这个开火拳 黄西受到压制 对 现在放开了 没有什么压力 反而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 我看这次脚球的机会 后点 后球空门 这个后点拿的 顶到这个球的是徐扬 18号 徐扬这应该是 尖队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布置 对对对对 如果这个球如果落点再低一些 能够让这个 徐扬用脚能够抽上这个球的话 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再开边慢动作 确实是这个球 是徐扬 是徐扬 好球中场断球 又被放倒了 拼得很凶啊 这个比赛开始到现在 我们基本上从镜头当中 没有看到健业的守门员周亚军 对 这样的话 不见到他对于健业球迷来讲 也是个好事 因为这样的话 压力会小一些 这也说明 今年健业队的防守 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到位的 别卢拿球 卡松哥想传球 球被断下 再传 这球稍有点大了 有点大 现在比赛开始将近十分钟 我们看到健业队开始慢慢的 这个压出来了 对 慢慢的战区的主动 已经都压过了半场 我们看到球迷们也是 被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所感染 大家都非常的 居心会神的在观看比赛 现在做配合 一直以来 健业队都是一个非常注重的脚下 好球 机会 大门 哎呀 这球 边台摇旗 越外了应该是 边台这个旗举得非常坚决 也是 看许阳今天的位置还是非常活的 非常灵活 可能教练员不希望他给他固定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可能能够更大限度发挥他的创造力 毕竟现在一个球队能够有几个创造力的球员的话 会给球队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防线要小心啊 防守有一些拖沙 要注意 哎呦 这下还好啊 卡通哥回防非常积极 把这个球断下来了 卡通哥这个队员确实整场比赛总是他这个回防非常积极啊 回防非常好 但是这个回防积极可能说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这个得分审门 所以说在四轮比赛 卡通哥就是主场呃 对阵这个应该是胡断香涛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阵阵湖北华尔凯的时候华凯尔的时候进了两个球 那么之后呢一直也没有再进球 但是这种积极态度还是值得肯定他 快接队 又是左路的机会 下到底 看这球能不能传起来 漂亮 漂亮 拿球 打呗 再扣一下 还有 看外面能不能把球的球传起来 球速点慢 对方后卫能够预判这个球 再往平常给 直接解围了 破坏出了底线 破坏出了底线 现在这个监狱队应该再加快一下出球的速度 这样的话 即使球传不到位 也可以制造对方后方线的混乱 给自己的前锋创造机会 如果传球这个速度如果过于慢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提前那个判断 因为对方今天看到后方线的队员还是比较高大的 比方应该是对建业队的这个打法也是非常的熟悉 说实话建业队现在取得了四连胜之后呢 应该一直处在名处 各支球队中甲各支球队都在盯着建业 对 因为毕竟这个弱队都在描住强队吧 发现他的弱点就像全球都在研究巴塞罗那 研究西班牙 其实建业如果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呢 那我们下一个主场的是对阵 是这个豪尔宾一腾 也是我们今年冲超就目前来看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那么如果再次拿下豪尔宾一腾的话 那我们之间的分叉呢 这回就进一步的挡大 对 这样的话将会在这个一开局就能在联系台中 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这样的话也便于这个赛季这个中区的调整和后期的冲刺 这样的话教练员应该会更有针对性的去布置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毕竟建业队还是以冲超为目标的 好的 后场拿球 自己带 李磊 黄西洋 在中处的配合 漂亮 这鸡脚传递非常的干脆利索 非常的流畅 好的 这个球就被铲掉了 这刚才这个球应该说有点犯规啊 黄西洋 好球 小芝 卡通哥 卡通哥把球拿住 尽量的把球控制住在自己脚下 不要浪费队友的全球 全球出现失误了 神北队想打反击 这个时候 这个球还没有起来啊 神北队自己也是犯了一个错误 这真是来而不往非离 14号金根哲来自韩国的外援 好 建议队迅速的发出接外球 还是往中路 对方的中路 哎呀 刚才是比较空虚啊 神北队 有两下啊 这是谁啊 这是 7号 柳超 这应该是一名后卫队员 但是看得出来脚下技术还不错 应该是个边后卫 神北队 我觉得今天也是没有思想太多的思想包袱 所以是放得挺开 对 很敢做动作 但是技术水平有限 也是没有办法 迅速的开出 黄西洋 检约队我们看到压的速度非常快 许阳 对方的优路这会比较空啊 很多 机会 投球攻门 漂亮 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以来 建议队第一次 射门应该是打在门框放在内 是的 刚才黄西洋那个应该也算是一次攻门 但是因为力量不够 对 顾操 后方线还是要多加小心 解围没有解的太远呢 神北队的边路 一定要小心这个32号南云棋 这个球没有越位吗 没有 守卫得球 还好啊 建议队这个阵型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这也是球队能够缓解很多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对建议队啊 从前四轮的表现来看 一直比较担心的 倒不是说中场 也不是前方线 其他家是我们的这个中后卫线 中后卫这个15号 这个这个5号顾操呢 尤其是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的 出现失误速度还比较多 那么建议队呢 现在也确实恒大这个情况 尤其是今年 呃 从这个赵鹏转回广州恒大之后 建议队这个中国卫的位置 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 目前这个位置好像出现了一个真空的状态 所以说也是希望通过赛季的慢慢调整 让球队这个后防线能够稳定下来 对我当时呢 我们感觉这个唐阳东唐正导队 顾操的这个使用应该是非常坚决 对吧 因为你现在真只有内部挖钱的情况下 还必须让这些队员尽快的能够打出来 是的 用人不依 宜人不用 这有时候也是 但是同时呢 除了这个这个队内的内部挖钱以外呢 我们觉得建议这几年在中国卫位置上 这个外援呢 也是频繁的更换 是的 从这个2010赛季 是这个韩国外线孙泰里 2011赛季伐比奥 12赛季埃达尔顿 到这个赛季又变成了三颗 这个中后卫位置只每年换一个 对 这个中后卫位置安装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 因为现在世界组坛都是缺少这个优秀的中后卫 其实国内现在也确实是 要不然这也正是广州恒大 这多次要求够赵鹏的这个原因 对 因为现在对中后卫的要求其实非常高 既要有非常高的身高 能够防守投球 也要有非常快的转身速度和反应能力 同时还要需要有前插能力 在世界组坛一个优秀的中后卫的身价 目前也是非常可观的 我感觉在刚刚过去的这五分钟之内 好像建议的进攻节奏有点放慢了 对 好像沈阳师得到压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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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 肖志 肖志和队友作为配合 左路 左路的续扬 好 19号引红博 红博别录拿球 右路看球能传起来 好的 张璐下底了 张璐 我中间传 还一样 外面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漂亮 卡通格 我刚刚说了 打进了中下两赛的第三个地球 再次看空完 非常的高兴 漂亮 非常漂亮 比赛刚刚进行到了上半场第17分钟 法南建业队由11号卡通格打进一球 现在比分 法南建业队1比0领先 这个球 充分体现出了这个 卡通格非常丰富的这个中超的经 中超的经验 这真的是一个中超的水平的一个 进球 对 刚才这个球来看的建业队整齐这个 首先黄西洋的道路 对 黄西洋在这个车路果断的分头 对 右边路给了11号永鸿博 然后永鸿博插 交给了插上这个套边下 其实没有人去防着11号卡通格 确实是对方的防线啊 确实是太雷弱 卡通格再一次进球也是显得非常的兴奋 我们看到这种舞蹈 标志性的空翻 对啊 现在建业队1比0领先之后 这样的话 局面应该是更好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情况呢 我们看已经结束的这个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 建业队应该说呃 基本上有三轮比赛打的还都是比较顺 是他 开球来了 好 应该状态 打出来了 还有机会 停球挺大了呀 可惜 这球没停好 这个是谭旺松啊 谭旺松也杀到了进区内 也杀得兴起 杀得兴起了 其实谭旺松在边后位这个位置上的进攻还是他当时成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对 尤其是在05年荷兰世青赛当中 他的一个内切的拓门非常的精彩漂亮 而那一届的中国国庆队也曾经是被很多人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 对 其实就是那一届国庆队当中的谭旺松还有一个队友 现在也在沈阳沈北 就是这个T5的三少戴清华 戴清华 对 这个人我知道 他是也是曾经是那只举世瞩目的一只国庆队 当年是被这个当年主教练杜一非常器重的一个队员 对 更早的是 但是呢 我觉得高深带过他们 对 但是谭旺松呢 和这个戴清华可能就遇到团队 就是这两个队员受伤 后来受伤都比较频繁 对 这个伤病也是目前球员的一个大敌啊 伤病问题 心里不难 漂亮 这个球断的非常漂亮 非常干净利索 把球断下来 还有机会 好球 火落 传起来 看徐晏球怎么传起来 小枝 投球不美 哎呀 像了 小枝 自己也在那里非常遗憾 我觉得刚刚进了一个球之后 这起来还没传气 对啊 感觉 沈阳沈北队目前防守有点乱 反而没有开场那种连续的这种传递的这种配合了 对 变得更加的简单粗暴的打法 双方过了十分钟的试探之后 渐渐队应该逐渐队对队选是比较熟悉 比较了 对 因为之前呢在各类比赛中双方还没有交手 对 好 现在现场的球迷已经含钱了2比0啊 球迷应对建业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 其实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话题 就是说建业队从目前已经过的这几轮比赛当中呢 其实整个进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 其中有两轮的都是在呃 这个这个上半场都取得了进球 可能是进攻点非常的多 边路 许阳 许阳 你怎么处理自己过人好的 许阳 哎呀 这球出几件了 哎 角球 来算拍着一个角球 扔一球吧 哦 扔一球 打门 球打高了 黄西洋 这门的是黄西洋 也是立功心切 对 我们刚才继续说啊 其实这个感觉建业队前四轮的比赛中整体来讲打得比较顺利 其实还也就是客场对阵 广州日泉这个比赛来讲应该是一个逆转对吧 我首先是广州日泉进球 然后我们扳平最后在第88分钟的时候有李磊打进了制胜的一个球 对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比赛对广州日泉这样的比赛又是客场 又是你逆转 就这样的比赛对这个球队来讲锻炼意义非常大 但是像其他几场比赛尤其上这场比赛 我刚刚十十七分钟左右就取得了一个镜头 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整体的心态会比较放松 对啊这样 好球机会 单到了李宏博 自己带开个东方中间给 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 这个球选择了 回强 他其实应该往前再横传一点 这个球阳就包扫道了 对啊这个应该要么就坚具一点 再拖到底线 对再往前再传一点 打一个倒三角 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个时候可能想法多了 想法太多了 有时候这个脚法包括这个处理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其实这会儿看着卡夫哥又开始了 又开始满上飞温了 后车的这个又比较大了 对啊 这真是个非常职业的队员 非常敬业 可以算是一个敬业魔法 其实就建业对目前这个今年这个年赛来看 这个这个轻轻的比较大的就是卡夫哥了 你们回去藏起来一个这个非洲蓄车的队 对体能的这个消耗也非常大 你看到刚才审美队29号李星灿 这两下带球还是显示出了自己的一个特点 对李星灿 好球卡夫哥把球断下来 还是边路 张路上去之后我们看到卡通哥非常聪明的自己往后撤一下 拉到边路 你都自己已经撤到了 边境后边的位置 刚才都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 太积极了 今天这个进球确实是对他努力的一个回报 对对对 这个长传 顾操 看顾操 顾操也挺好 哎呀 哎呀 尽量做到不给对方角球 哪怕给接外球 绝对不能给角球 顾操呢 有点瘦 但其实这个沈北队的进攻球员并不是非常强壮型的球员 现在感觉到沈北队有点孤注一掷了 开始往上压了 景跟哲 自己带球射门 哎呦 这个球打的很有质量 这个球打的相当有质量 这有没有看到这个周亚军做出一次 做出一次不就 对难得活动活动也好 这个时候建议队要想到的就是绝对不能大意 因为在足球比赛当中任何一个闪失都有可能会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说还是要稳固自己的防线 毕竟已经领先了 更多的也要考虑联赛一个长久的一个延续性 对其实我们一直感觉建议不管是在当年在甲B也好 以及也好 他现在在踢中甲也好 建议这个球队的风格一直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平稳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技术流的一支球队 并不是这种猛冲猛打型的 对不管是这个球员包括我们的主教练对吧 对像是个唐元冬唐志导 包括之前像沈阳福沈志导 都是这种这种这种性格的这种教练 对其实他们都属于这种性格比较温和的那种 并不是一种非常强硬的这种 也可能说是因为是河南队 所以这个跟河南人的整体的这种这种性格 这种河南人中原人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非常相像的 对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好黄晓晓 又是卡通哥 卡通哥 来这个球漂亮 清清一聊 非常有想法 自己来看看能不能追上这个球 非常努力的在抢这个球 两个人拼到了边线 希望能够把球开出去 想要个街外球 还派了卡通哥犯规 看卡通哥犯规这个球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25分钟 比分的还是1比0 河南建议队领先 这是在第17分钟的时候 由11号卡通哥打进了 那建议队现在整体的阵情有点偏右啊 可能也是卡通哥由于非常活跃 把自己的这个队友啊 这个进攻线都拖到了自己的右边这一侧 而且他这个不定时的换位 也是让对方的后防线非常的头疼 这个对方的边后位发起有点掩误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不满 卡通哥又上去了 这个非洲球员呢 说实话这个体能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 他们天生的这个身体素质耐力就非常好 而且身中在赤道 可能因为炎热的天气吧 到时候他们的基因可能有非常特殊的一种体质 能够让他们非常好的耐力 毕竟这个长跑 毕竟还是非洲人比较在行的一个事情 蒋璐 这个球 这个球是见高不见远 卡通哥把球拿住 球还是在建议队的控制之下 感觉近一段时间内 好像这个比赛的主要集中在建议队的右半场啊 对啊 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做横向的转移 可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卡通哥连续两次 卡通哥连续两次啊 从右路往左路传都被对方断了 对 但是这个意识非常的好 这个意识就是已经想到了 对方的这个左路很有可能 右路会出现空档 其实足球比赛进球更多的是利用对方的一个失误 抓住机会进球 主裁判判了卡通哥的一个犯规 对方获得了一个进球 我们看到神北队依然还是努力的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三条线都往上压 看这次传中 很危险 建议队保守着过他 直接把这个写围了 还好这个球 消制 球也是没有抢到 感觉到这个 这个时段感觉到建议队这个收的比较厉害 整个阵型 虽然还是保持 先夜这个阵型呢 采用这个4231的阵型 应该说目前 还是比较流行的一个阵型 对 目前国际足联非常盛行的一个阵型 像那个从2001年拜日木尼黑多欧冠开始这个阵型 齐斯菲尔德用过 然后这个贝尼特斯在利物虎 05年欧冠也用过 后来就是这个 到穆里尼奥 2010年欧冠 国际米兰用过 都是用的是这个4231阵型 其实现在就在国内来讲 首先国家队卡马乔的国家队使用的是这个4231阵型 这个广州恒大也是这个阵型 这个阵型包括06年是一位李皮 其实用的也是4231阵型 对 其实事实上呢 我印象当中的应该是从这个这个1998年 1998年霍顿来中国执教这个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尝试了这种 这个两个中前位平行站位 对吧 之前我们一直是零行站位 对 但是这平行站位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 这个一旦被对方打身后 非常危险 大家看这球了 哎呦 哎呦 漂亮 这辣经理工了 哎呦 好球 刚才在门前就捡了 防守得非常漂亮 这个球刚才好像有一个瞬间 比较大意的一个 让对方刚才突进去的 这个应该是 突进去的应该是 应该是423号 当疫情 倒在进去 是11号 11号雷永迟 雷永迟曾经也是 募选过中国国庆队的一名队 好像曾经还进过国家队 但是也是一个边缘型的国家 看这个角球 郑亚军这个位置站的还是非常好 审美队的 开场的第一个角球 哎呦 这下 郑亚军拖了一下 单手拖一下 把这个球打出了边线 看到建议队回防的时候 也是全线的回防 除了把 建议队这会儿还是应该提高注意力 对 防守还是要 做足文章 这个球 这个球 黄西洋 应该说是先断掉的球了 是 这个球吹的莫名其妙 而且建议队收的这么厉害 看样子并不是 迫于对方的进攻 很有可能是一种战术的安排吧 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会有什么 也有可能希望彻底下让对方打出来 对 压出来 打身后的话 可能打起来 防守反击更舒服 但是这个说实话 也是一柄双硬件 看这个球 是肖志 肖志把这球给了地线 回撤的还是有点多呀 是 这个时候感觉沈北队 开始压着建议 因为你一旦回撤的力度比较大的话 那你就给对方这个进攻空间也会大起来 对 因为今天其实沈北队已经没有什么 战术下球 哎呦 哎呦 非常危险呀 他们其实能来到建议队的主场 他们也是抱着一样 5点 看20号李俊杰 轻松的手 现在沈北队的心态应该是非常放松的 反正输一个也是输 输两个也是输 索性我跟你攻出来 但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建议队来讲 应该是顶住对方的进攻的同时 利用对方这个后防线的这种割弱 抓住机会 彻底的将对方这种信心给他打 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自己的打法 对 坚持自己的打法 刚才这个两个边路套边 两个边路到下级是非常坚决的 是 因为我们看对方的这两个边前位也好 边后位也好 可能个人的这个防守能力还是相对来点弱一些 黄西洋 这个时候就需要 黄西洋 黄西洋 不能带的太多 带船 好球 许杨 许杨 李洪博交给李洪博 好的把球控制住 连续的控球就会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压迫 这球全失误了 古操啊 古操这个球失误了 古操这球处理的毛躁啊 不敢大意 不敢大意 我们上一轮建议队丢的那个球其实就是这个桑柯的一个投球回顶的一个失误 正好顶着了对方的这个前锋 在控制下来 这会卡通哥跑到左路去了 好球 没越位 看这球没有越位 有机会 中路看看 李洪博帮上到位了 叫卡通哥 可以打门了 可以打门了 再传 外围肖志冲了一脚 这球变成了传球 应该是 还是坚毅的 李磊 李磊一下 还是非常有威胁的 卡通哥 卡通哥后撤打起来是一个组织 中场组织的脚子 真的是一个多面手 除了守门员 什么位置都能打 很有特点 现在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万金有水的球 能够让对手迷惑 黄西洋 交给卡通哥 黄西洋 可以打了吗 黄西洋 还是 把球交给队友 教员队没有着急 继续组织 对 连续的控制住球 用整体的这种压迫战术 好的 好球 突进球了 突进球了 机会 我突然给卡通哥 再传 可以打门了 自己扣了一下 石造黄西洋 再传 石造黄西洋 这球 刚才感觉黄西洋这个球突进球 可以打门了 不应该再往后回传了 这球打着有点西班牙的风格 我就是非得要传到这球门里去 扫球 左路又空了 再传起来 好的 往中间给 这下其实自己选择 这个球都没有形成默契 对吧 这个球 以为是 这球是会往门前传 对对对 有一个玩家 其实 尹鸿博这球 还是后传了一点 可是其实这球自己打也可以 嘶嘶一点话 其实自己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这个尹鸿博 这个队员的引进 也是非常划算 从广州日全 等着 非常勤奋 这门队员 而且拼抢也很积极 这就是11号雷泳池 现在比赛进行了34分钟了 我们看到今天到目前为止 菅一队对这个 32号南云棋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南云棋没有任何的机会 基本上没有什么拿球的机会 看这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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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 这位出球处理的 这球为什么没有一脚解围呢 这个球卡通哥倒在地上 不要受伤了 采派员过来 这个时候 卡通哥捂着自己的大腿 可能是肌肉撑了一下 我们看看 沈北队队员也倒在地上 再看一下慢动作 这球卡通哥 这是卡通哥 这个是 等于是身体撞到了对方队员的 这个腹 18号 这是18号杨建飞 这个卡通哥看来还是比较结实 而且卡通哥的这个动作 卡通哥那个动作 他已经是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 18号杨建飞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双方队员利用这个机会赶紧喝点水 这个球怎么开起来 双方队员还都没有回到场上 这个球 这个球有点 有点不厚道 沈北队这个球有点不太厚道 这个输球也不能这样 我的天哪 这球好危险 这个球真是 也是激起了现场球迷的不满 虽然规则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毕竟有有有如体育道德 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够让建议队队员更加坚决的进攻 不要再给对手这样的机会 看来这个球场上应该是温度还是比较高啊 看来双方队员这个体育消耗还是比较大 对天气热的话对体育消耗比较大 而且呼吸也会非常困难 其实这种样的场地的话 确实是非常适合非洲球员的发挥 对 任一球 这还稳一稳节奏 周亚军 就算可以舒服的待一会儿 黄西洋 好的 萧志 萧志也是回撤了 看到萧志回撤之后 卡通哥又顶待了前场 卡通哥真的是万斤有几的队 但是萧志往边路扯动的话 好像这个 影响特点 漂亮 这球断了一下 这方后方线又是一次失误 今天其实沈北队的这个后方线 失误还是蛮多的 其实他们队员这个 能够能抓住 对 处理球的时候 还是显得有些毛躁他们 这个球选怎么判给了沈北队 这可能鞭子还看得更清楚 他是不是认为出球的一瞬间碰到了这个尹鸿博 有可能 把球断下来了 好球 尹鸿博球丢了 身边队现在阵营有点这个偏 球队的重力全都压在这个球队的进入左路 那么从已经建业队截至目前为止 加上刚才卡通哥打进这个球 从建业队一共打进了10个球 对 分别由8名球员打进 应该说建业的这个东西 好球 有机会 看这个球 看球怎么处理 哎呀 犹豫了一下 哎 这个球露得漂亮 李鸿博这个球 刚才应该说露得非常漂亮啊 对 很有想法 可惜跟队友的配合也是没有达成一个默契 吴涛这个球不能犹豫啊 纵头会出来了 刚才那球如果进了的话 很有可能是J0赚连 他的居家进球 应该是相当漂亮 对 非常有相当 一气呵成 二号李磊 刚才我们说到呢 建业队呢 一共打进了10个球 分别有8名队员打进 那么目前在场上的队员还没有进球了 我们看有这个 这个这个8号张璐 当然一号什么 周亚军啊 但是我估计周亚军要是进球 除了这些哪个点球让他罚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6号谭旺松 14号黄夕阳 这几个队员目前呢还没有去的进球 其实谭旺松也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的 对我们也期待着看黄西洋张璐他们什么时候能进球啊 对啊 其实黄西洋的这个远射能力啊 包括任意球的能力还都是相当强的 哎呦看这些远射 哎呦打的很有危险 这球打的很有危险 来自7号 感觉刚才这个球周亚军站位有点靠前是吧 对 还好对方这个球打的有点偏 对 刘超这个球还是还是打的有点仓促 这个时候上半场接近尾声 建议队也是更多的开始控制节奏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力还是继续要高度集中了 对啊 好进一球 反击的机会 小军 我中间给 徐阳 打门的 球打高了 非常可惜 这个球其实再往再传一下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球设的其实还是不错的想法很好 徐阳这个这个这个边路这个套边这个下子还是非常坚决 对 但是毕竟是左脚可能打起来还是没有内切那一下打的更顺畅 如果要是内切的话很有可能成功率会高一些 但是可能徐阳这个这个这个个人的这个技术特点对吧 对这个可能跟他 其实对比国内目前比较优秀的这个左前卫像这个这个大连二宾的这个于汉超啊 像这个贵州人和的这个于海啊 包括这广州狐狸的江宁的他们可能 左路边路下底之后的内切能力可能要比徐阳要强一些 又是机会 哎呦 好像刚刚进入禁区啊 是这个球显示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 对对对 非常有想法 想打一个外交位 可惜没兜住 这个球等于这个身体彻底舒展开了 对 射下来非常的舒服 可惜稍稍差一点准确度 李磊 第一落点很重要 我感觉李磊在中路的这个拦截能力还确实还是比较强的 是很强的 有一种跟他这个年龄段不太相符的这个成熟啊 对这种沉稳也是不多见的 在年轻球员当中 李鸿博 还是把球交给队友 比赛已经进行到41分钟了 这个时候 应该对方的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对 而且对方就是沈阳的球队 应该说都是东北的这个球 小球机会 可以打门吧 把球控制下来 许阳 漂亮 这个球 射门 防守队员立了一攻啊 这个球 对方周围 这个球是黄翔也可以打门啊 对啊 可能队员们都太无私了 大家都很相互很谦让 你来设我来设这个都可以 我觉得黄翔翔可能也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基本上他现在已经成为建议的中场大脑了 对吧 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当你传球多的话 传球会成一种习惯 对 就像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事情 就说日本球员为什么出很多创造型的中场 是大家都以传好球为乐 而不以射门技 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好球 把球断下来了 接一队就地反击 看这球能不能传好 卡通哥自己拿球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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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间传 有机会 哎呦 肖志想要一个倒钩啊 这个球 这个球还是没有赤准部位啊 对方的这个后卫啊 也是对他进行一个干扰 因为毕竟在身体 纯撞身体方面 其实 审美队的身体也是蛮强壮啊 这下肖志也是 这个球确实没有赤准部位啊 没有做好准备就被对方给撞倒了 黄西洋 和这个卡通哥的一个配合 还是交到徐扬这一侧 哎呦 这个球犯规了吧 犯规了吧 这球才会出牌了 黄牌 对对对 这个球应该给一个 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 在这个位置 黄西洋应该可以直接打门的 左脚 传球可能更好一些 18号 吃牌的是18号 杨建飞 我们看到球迷们又一次喊出了2比0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我们看到14号 镜头给了建议队的主标链 唐耀东 唐指导 唐指导 看这个面部的表情还非常轻松的 是 看看这球好像黄西洋在主阀 黄西洋右脚 黄西洋 黄西洋的名字 黄西洋这个球的质量 直接打门 这个球看着直接门前 这个球 这个球是建议两个队员抢在一起了 两个队员抢在一起了 这个桑柯让一下 可能肖志会抢到这个点 对 两个人抢到一起 反而这个机会就 看一下 哎呀 真的是 桑柯影响了一下肖志啊 这个 哎呀 桑柯自己也是有点后悔啊 只在那蹦 上场比赛马上就要伤停补实了 好的 尽量把球控制住 这个时候注意料集中啊 还好 还好 这个球 还好 这个球谭旺松等于是有一个战术的阻挡 对 感觉谭旺松也是为了防守 牺牲了自己的进攻能力 毕竟不能所有人都冲上去进攻啊 他也是为了球队的整体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沈北队的横向转移 好 在左路 第一次裁判举起了上半场 上半场不是一分钟 沈北队在进区前 越位了吗 越位了 这球应该是越位了 应该是对方越位了 应该是越位了 其实上半场比赛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 而且建议队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分析 应该说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对 一切都是非常的平稳 其实建议队下半场比赛更多的应该考虑加强这个球的控制力度 这个球开出来 估计上半场比赛也该结束 好球 还有机会吗 李鸿博 太传 这球萧之要想抢的话 有点难了 对方后背已经把球护住 哪怕自己摔倒 也不能让对方拿到球 主裁判看了一下表 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时间差不多了 估计这个球开出来就结束了 好的 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那么上半场比赛的河南建业队 凭借在第17分钟有卡通哥的进球 暂时1比0领先 沈阳申北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 下半场比赛 再见 再见 站在哪肯定 在哪肯定 城市 建议 这台新闻频道